最近有網民在Facebook群組裡出post分享 說自己是二手平台打算收購兩隻努力士手錶 拍賣標價是24萬 但是商議的過程就令他覺得很無奈 由對話截圖可以見到 賣家首先就問他是不是在街上交易 之後又說 最近太危險 我也想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事主就提議可以去理財中心分次入錢 但是賣家就說很麻煩 提議事主用現金交易 還說你不介意可以上我家交易 又可以慢慢看 令到事主感到很不滿 說這個順利交易的方法只是方便了賣家 但是就將自己放在最遠和最危險的境地 這個post一出 立刻引來大批網民的留言 有網民就說 要求上家交收真的多危險 分分鐘劫財又劫色 更加有網民講笑話是約你出來打劫 過往曾經有買過二手努力士的網民就指出 交收一般都會約在14樓 努力士維修中心 方便上行驗證真偽